一 二 三 八 一 四 四 南京挖出罕见妇女合葬墓 关内二人尸故姿势摆放诡异 关内更是摆放着上百枚的珠红药丸 然而药丸的化验结果震惊了所有人 专家更是大呼禽兽不如网为人妇 那么这座妇女合葬墓的主人是谁 这其中又有什么离奇之处 那些数量众多的药丸又是什么呢 喜欢本期视频的朋友 别忘了添加关注 长按点赞支持一下 您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 在1965年南京的考古专家 接到了一通电话 原来是南京象山的一位老农 在耕作时意外发现了一个大洞 他突然想起村里说附近可能有古墓 再联想到当时一场猖獗的盗墓嘴 觉得这其中肯定有蹊跷 于是就赶紧向村里反映 接到通知的专家们 第二天就抵达现场 发现那确实是一个盗洞 而且专家经过考察推测 这地底下估计有一个东晋时期的大墓 不过很有可能已经被盗墓贼给光顾了 于是专家决定对古墓进行抢救性挖掘 这是他们怎么也想不到自己即将面临的 是怎样惊世骇俗的一幕 随着考古挖掘工作的开展 这座墓室终于重见天日 整个古墓的规模庞大 墙体是由青砖砌成的 所以古墓保存的较为完好 看来盗墓贼虽然留下了盗洞 最终也是无功而返 而且就这规格来看 墓主人的身份非福极贵 不过专家并没有勘测到墓室的大门 无奈之下他们只能从墓穴的顶部进入 进入墓室之后 专家发现了很多陪葬品 有数量众多的精美的瓷器玉器器器 还有军中适用的基努 以及女子常用的金三铜镜等等 其他的珍珠玛瑙珠宝等也不计其数 几乎都能称得上是绝世精品 仅从这些陪葬品来看 这座墓属于魏晋南北朝时期 这位墓主人的来头可不小 应该出身于一个世家贵族 而且这个墓穴还是一个双人墓 福西合葬是在正常不过的事 所以大家也没在这上面 投入更多的精力 他们现在要找的是墓主人的棺果 所以都在专家的指导下 加快清理工作 然而让考古人员不解的是 在接下来几天的时间里 他们根本连棺果的影子都没看见 甚至都在怀疑这座墓是不是一种了 就在大家灰心丧气之际 不远处的一声惊呼 引起了他们的注意 声音的来源是一处不起眼的洞穴 一位工作人员在清理时 发现了露出一角的红色棺果 众人火急火聊地对这具棺果进行清理 随着棺果上面土石的消失 最终呈现在众人眼前的 是一具做工异常精美的棺材 棺材上涂满了一层红漆 那鲜红的颜色至今都没有消退 看起来就像刚刚下葬一样 这具棺果的出现 让众人又燃起了希望 经过一系列的准备工作 终于迎来了开关的时刻 随着棺材的缓缓一开 率先映入眼帘的是两具白骨 然而就是这两具白骨 让一众专家目瞪口呆 因为他们在棺内的姿势太过诡异 两具白骨一大一小紧紧相拥 男子的手环绕在女子的腰部 两人的头亲密地靠在一起 南京京县妇女合葬墓 在专家打开棺果时 却被两具抱在一起 姿态怪异的尸骨震惊了 而且墓中还散落着上百枚的 珠红丹药 在检测出丹药的成分后 专家直接怒视网为人妇 这究竟发生了什么呢 而且周围也散落 昭树梅珠红丝的药丸 说实在的专家 个个也都身经百战 夫妻合葬墓见了 不知道多少个 可是一般事故的姿态 都很庄重 如此恩爱的夫妻很是少见 就在大家纷纷感叹 两位墓主情深似海的感情时 一块墓志明的发现 让整个考古队陷入了沉默 其实对于墓志明 这里有文字记载的东西 专家们是喜闻乐见的 因为这些文字 透露出了足够的信息 能让专家们更了解 墓主生活的年代 确切的身份和经历过的事情 随着专家对墓志明的 清理和解读 他们终于弄清楚了 墓主人的身份 但事实的真相 却让他们沉默了 原来这根本不是 什么夫妻合葬墓 而是极为罕见的妇女合葬墓 那两句姿态怪的男女 不是什么恩爱的夫妻 而是货真价实的妇女 可是在当时合葬的规定 颇为严苛 只有法定的夫妻 才能合葬在一起 而且还必须是原配 而且在古代女子出嫁从夫 死后应该要入妇家的墓 妇女合葬更是闻所未闻 那么这对妇女究竟经历了什么 为何死后冒天下之大不韦 被葬在一起了呢 其实这对妇女的身份 确实显赫 他们出生于在历史上 赫赫有名的狼牙王室 狼牙王室作为一个名门望族 在东晋时期 其权势达到了顶峰 用权星朝野来形容 一点也不过分 甚至流传着 王与马贡天下的传言 这个王指的就是狼牙王室 在王家权势最大的时候 朝廷上有七成以上的官员 都和王家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最不可思议的是 王家曾经造反过两次 虽然最后都失败了 但是人家一点是没有 回家照样能吃香的喝辣的 要知道在古代和造反 这两个次沾边 那是清泽被打入赵域发北边疆 重则是株连九族斩草出根 和王家这么一比 那简直是天壤之别 而这个牧主人就是王斌 虽然没有同样出身 狼牙王室的王羲之那么有名 但是他的哥哥王敦是东晋的权臣 王斌自己也曾官拜副宰相 那是跺跺脚就能让朝堂镇三镇的人物 关内的女子就是他的女儿王丹虎 在弄明白两人的身份后 专家把他们的尸骨送去化验 而且地上散烂的药丸 也引起了他们的注意 毕竟一般在关内的陪葬品 都是金银玉器 头一回见丹药战大头的 在此期间 专家根据出土的文物和文字记载 也查阅了大量的相关资料 拿去化验的尸骨和药丸的结果都出来了 专家看后直接脱口而出禽兽不如 原来这些珠红的药丸竟是五蛋散 而妇女俩的尸骨上 都有严重的金属物质残留 听说过五蛋散的都知道 古代很多人把其当成是 长生不老的灵丹妙药 但其实它具有一定的毒性 服用的多了会严重损害人体健康 专家根据这些线索 逐渐拼凑出事情的真相 江苏南京挖出妇女和藏墓 但关中两句事故却姿态亲密 周围还有一地的红色药丸 专家在经过仔细研究后 直接怒视墓主禽兽不如 这其中究竟有什么隐情呢 当年王斌沉迷于服仙药之风 感觉自己吃了仙药后更健壮有力 就把丹药分享给了自己疼爱的女儿 然而丹药服用的多了有成瘾性 还对身体造成了不可挽回的伤害 据说王丹虎后来逐渐长出了胡子 而且还失去了生育的能力 所以在到了婚配的年龄时 没有人愿意上门提心 而王丹虎看到面目全非的自己 也不愿意再嫁给别人 王斌万分后悔自己害了女儿 但最后也于事无补 于是就把女儿养在家里享受荣华富贵 不过没过多久 王斌因病撒手人寰 而负担成瘾的王丹虎 也有58岁逝世 王家妇女的故事让人唏嘘不已 据专家推测二人之所以姿态亲密 应该是王丹虎在此后 也希望父亲能庇护自己 毕竟在古代一生未嫁的姑娘 最终也是无依无靠的 妇女和藏母在历史上极为罕见 而且这次考古发掘出来的文物极为丰富 为整个考古界提供了重要的补充和参考 只是大家还是忍不住 为王丹虎这个政治妙龄 却被先丹毁了一生的姑娘感到惋惜 大家对此有什么不同看法呢 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讨论 喜欢本期视频的朋友别忘了 长按点赞加关注 非常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支持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